美国福克斯网站报道 位于德州中部的凯瓦佐斯堡军事基地 日前出现了一起军人拔枪护射的恶性事件 报道说两名美国军人因为争执 最后拔枪护射其中一人死亡 另一人受伤 美军公布的消息说 两名士兵同属于第一起兵师 具体身份还没披露 警方也在调查两人争执和互相拔枪射击的原因 但还没有更多的消息 这个基地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 2009年 这个基地的三名士兵射杀了12人 打伤31人 2014年 该基地的一名士兵射杀三人之后 自己也被枪击 2020年 该基地一名女兵被强奸杀害后分尸 14名军官也因此受到了处分 你看啊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点太过于敏感 眼下德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 德州州长阿伯特甚至颁出了宪法强调 德州有捍卫边境主权的权利 虽然说我们不太相信德州真的会因此和联邦分道扬镳 兵容相见 但这个时候最害怕的就是黑天河事件的发生 如果是其他时间段或者是其他地方 这个案件其实是小事不值一提 因为你知道美国的枪击案简直是太频繁了 但是这件事之所以敏感 就是时间和地点太巧合 一方面美军和军警都没有公布案件的动机 这就是有各种传言 已经有人在说这次士兵之间的争吵 是和德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矛盾有关 而另一方面 美国历史上南北战争最初的导火索 就是一名士兵的死亡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 美国内部一直对分裂和内战这个话题争执不休 早在2021年国会山事件发生之后 这个讨论层出不穷 当年6月则华盛顿邮报曾刊登了美军三名退役将领的联名文章 指责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立会影响到军队的团结 当时美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个美国旗帜军官组织策动了100多名现役和退役军官 发表了一封署名的公开信 指责总统拜登 名不正言不顺 这件事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强烈轰动 因为打破了长期以来军队不干政的传统 当时还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 尽管美军随后以强硬态度镇压了这起运动 但是问题是政治对美军的影响依旧在不断加深 除了前一段时间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争 导致美军许多高级军官的任命难以通过之外 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美国智库担心拜登政府推崇的多样性和性别觉醒 正在美军中不断的恶性蔓延 五角大楼的文职军官热衷于政治 而不是专注于提升美军的装备和战斗能力 而这影响到了美军的整体的战斗性和征兵工作 我们说回到这次卡瓦佐斯堡军事基地的八强护舍事件 不管案件动机是什么 已经有人在网上就这事吵起来了 眼下拜登有意进行妥协 但是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态度是非常坚决 扬言会否决一切参议院的决议 在当下这种互不妥协的党争背景下 巫星共和国与合众国之间的矛盾 能经得起几次黑天鹅事件的冲击呢 可能内战和分裂就在眼前要发生了